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终于要聊大家敲碗很久的爱情故事 这个单元就叫做数位游牧女子图件 我们会从我在数位游牧的时候所听到的 还有体验到的感情故事出发 那这当中当然还包括了异国恋之间的文化冲击啊 还有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在感情路上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两性异国恋 或者是谈恋爱的主题有兴趣的话 记得现在就要订阅追踪 现在我们的这个Podcast的节目 可以透过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YouTube等等平台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哦 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把今天的节目 分享给喜欢听爱情故事的朋友 而今天这集呢 我们会分享我在泰国的帕岸岛的时候 所认识的一位非常灵性的巴西男子 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一个人讲爱情故事是蛮孤单的 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怎么说 在唱独角戏吗 或者是在自言自语 那虽然说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聊爱情 好像有一点太私人了 所以我决定要邀请一位好朋友跟我一起来聊 可是这位好朋友呢 他必须要兼具美丽之性以及专业 然后尤其是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背景 就是心理师 好那我先不要废话这么多 我们就直接邀请今天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婉珍出场 哈喽婉珍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婉珍 婉你声音很甜耶 我印象当中心理师的声音都很理性 是有些声音听起来是比较理性的 然后我的声音听起来算是比较怎么样 感性吗 可以这样说 因为是属于比较甜美的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 然后大部分人就会觉得好像会 好像会比较像女生啊 比较女性化这些 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愿意接下这个莫名其妙的任务 不会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主题 跟像感情啊 亲密关系这类的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就也很爱聊 就我也会跟我朋友 就是狂聊这一类的事情 然后我自己在工作上 可能也会遇到很多个案 其实也都是因为感情 亲密关系这类的议题 就是而来 所以我可以想象说 大家其实 真的真的是蛮关注这一类的主题的 就是因为我在播出 之前的墨西哥情人的故事之后 还有包括我自己在instagram上面 有时候也会分享之前一些 异国恋感情的经验 然后真的是都是收到前所未有的 非常非常多的听众回馈 大家都是拼命的敲碗敲碗敲碗 然后我自己知道我也有这个需求 想要去分享 就对我来说分享这些事情 我觉得也是疗愈我自己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不希望这只是我的个人经验 然后我知道听八卦很爽啦 但是我不希望听众朋友只是用一个 听八卦就结束了 对 然后我会希望有第三方式 比较客观的可以来 就是跟我一起讨论 就有点像是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欸 就是跟女生朋友 有时候讨论感情的问题 也许你会问不止一个人的意见吧 我刚听完你在说那个 想要第三方比较客观啊 就想说啊 我很怕我变得太主观 因为我觉得我也会有一些个人觉得 啊怎么会这样 然后哇真的真的也太怎么样了吧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确定 你今天要讲的故事 但是我也觉得 我不确定我自己可以非常客观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身为一个人 然后有我自己 然后可能我也有在做心理师的工作 我可能会有一些很自发的好奇啊 然后觉得 很想要多跟你讨论一点的部分 那我纠正一下 我需要另外一个主观的意见 对对对对 好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这样我会比较放松 对对对 就是反正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 学习背景 工作背景不一样 然后这也会造就 用造就这么用硬的字吗 就会变成 这个讨论的方向 可能会往不一样的地方走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想要偷偷的问 就是 虽然说这跟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都还没要进入主题 就是 我之前在42集的时候 聊过一个刻骨明星的拉丁情人 爱德华 然后我不知道你听完那一集的感受 或是有想问我什么问题吗 其实我那一集是在床上听的 就是我在一边就是洗完澡之后 就是在擦保养品 然后在这边那样听 然后我就听听听 其实我听到最后 就是你在讲说在机场 然后你回来台湾 然后下飞机 然后收到对方传讯息给你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超级逼酸 就是我觉得我那一刻 已经快哭了 就我可以感觉到 我的胸口很紧这样 就是 我第一次听Podcast 就是我第一次听故事 然后听到会这样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很可以理解那种 你在讲那种 到底要说不说 要说不说 然后你在很犹豫说 回来台湾之前 要不要再见他一面 然后就是我觉得那种 很挣扎 然后很犹豫 然后到最后 就是受到一封这么 说真挚吗 就是充满情感 但是好像也要面对一种 好像很真实的 可能分离 像这样子的讯息 我就会觉得 就是我可以 我觉得那种 很揪心的感觉 就会让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在感情里面 其实也经历过 很多段像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我就只是觉得说 哇就是 其实要在 一段感情里面 去承受这么多 很不同 然后很冲突 但又很真实的感觉 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老实说你现在这样 再提一次 我已经 爱德华 对我来说已经有点远了啦 毕竟是2020年发生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多 又几个这样子 但是 就是 我其实 我觉得我现在 有点不敢回去听 然后 但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 就是尽管在机场那时候 是非常的遗憾跟难过 但 我真的还是知道 我那时候 没有办法见他最后一面 所以就是如果 时空倒流 就是再给你做一次决定的话 我觉得我不敢 太难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整个撩落去 天哪 所以我觉得 就虽然现在我在墨西哥的朋友 最近有跟他联络 然后我就有一种笑看过去 就是他现在过得好啊 或者是不好啊 其实都没关系 然后 没有任何的正面或负面的意思 我是一个非常 平静 很忠心的 对 很忠心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 过去的朋友 我真的没有想到 诶 怎么 我那时候录节目的时候 还录到哭 2021年年末 我刚到泰国的时候 录那一集节目 我还录到哭 所以是有 所以是观众有听到的吗 是有听到哽咽的吗 还是被剪掉了 我有可能剪掉了 我不太确定 对 但我 我有时候会保留一些片段 就是我知道很哽咽的部分 其实我有时候不会 就不会把它剪掉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我 真情流露 对 当时的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对 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爱德华那时候 有他一段那一段的陪伴 嗯 对 然后 对 你刚刚描述的 记唱的那些就 对 都是事实 那真的很有画面耶 就是 善然泪下 这样子 对 所以 好 就是这样 好吧 我们就是放眼未来 这样子 好 所以你刚刚说 今天要讲那个 另外一段感情故事 这是离 那时候 就是在机场 接到那个简讯 多久之后的 哦 你说离 接到简讯的时候吗 因为接到简讯 其实就大概是 等于是那个 二里 对 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对 所以那是 那还蛮久耶 应该有一年半的时间吧 哦 所以就是从 那时候到 你认识现在这个 你要讲的这个 对 男主角 大概一年半 所以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在泰国的帕岸岛 帕岸岛是一个 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吗 我不知道 它是一个 我之前应该在节目上有分享过 然后简单说起来 最有名的岛 应该是 它附近的 比较有名的岛 叫苏梅岛 对 那很多人就说 回到 苏梅岛以后 你要在大邮轮 到帕岸岛 然后帕岸岛 很多 那种 gap year的 欧洲的年轻人 会去那边party 因为有 full moon party 满月派对 每个月都有 你可以想象 每个月有上万人 在沙滩上 办party 那就是一个 很容易有各种 艳遇的 没错 场合啊 对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 party的部分 就是我不是 我真的没有很喜欢party 所以呢 这个岛的北边 是非常非常灵性的 那边有很多嬉皮 然后你走在路上 会看到各种人 突然抱在一起 抱个五秒 十秒 那个岛多大 你说北边 是要开车三个小时 没有没有 没有都三个小时吧 北边到南边 可能一两个小时吧 我记得我骑车 从 从中北边 骑到南边的码头 大概四十分钟吧 所以就是 如果你就是party晚 然后你想要去 灵性一点的地方休息 然后想要静养一下 这样 你可以往北边走 这样 有人party晚 要灵性吗 有可能突然觉得就是 好累哦 然后想自己一个人 然后 会有这种人吗 还是说其实大概就是 会去party的人 跟会去北边的人 就是不同的 就是南辕北辙 没错 你要party的人 就住在南边 然后你要灵性的人 瑜伽的人 就住在北边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直接去了北边 对 没错 就是常居北边 北边比较贵 我也要住在北边 就是邮轮一下来 就是望飞走 对 计程车直接载我到北边 没错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 认识这位灵性男 所以在 比如说像是在 你说在北边那样子的生活 就是 虽然都很灵性 然后各自 所以你说也会 不只有各自 就是你们之间也会有一些 因为我想说你们还是认识的嘛 你们还是接触到了 所以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才 好问题 对 怎么样认识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在北边 我觉得我 我这一生目前 最喜欢的一间 co-working space 就是我们数位游牧的时候 很常要找一个 共同工作空间 然后去专心的工作 那那个co-working space 它就直接在海边 所以你一边工作 你的电脑荧幕的背景 就是大海 而且是那种浅蓝色 很漂亮的大海 然后每天夕阳时间 你只要往右边看 就是落日 就是夕阳 真的 你刚才说落日 我以为你一定要说 罗南 罗南非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讲一下 那个co-working space 旁边的那个beach 它就是nude beach 对 所以你就是往 往那个夕阳的方向 一直走 你就会看到 罗南 没有错 对 就是这个岛 就是很稀皮嘛 所以也非常多 这种裸体主义啊 崇尚自然啊 你会发现 你当你真的看到罗南的时候 他真的很自然欸 就是他也 你也不用觉得害臊 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走过去 好像不怎么样 不是不是不怎么样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没什么这样 就像他有穿衣服这样 对对对 好像没什么一样 顶多是你走回来之后 也许你跟你朋友 是第一次走到那边 然后你回来以后就说 诶 刚刚那个人没穿衣服 你有看到吗 然后刚可能还要装正定这样 对对 顶多是这样 但真的 看着就习惯了 那个岛是 呃 他有一些 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beach 叫Zen Beach 潺 海滩 对 然后还有他们有一些jungle 就是那种森林里面的瀑布 这位灵性男友带我去 他就跟我说 我要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哦那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呃 可以去hiking的瀑布 然后你可以不穿衣服也没关系 所以你们不是在不穿衣服的地方认识的 你们现在那个Coreworking Space认识的 我们在Coreworking Space认识的 然后因为我工作时间通常是晚上 我是一个很猫头鹰的人 他是有工作的 然后只是说他工作的时差的关系 所以他都是晚上工作 晚上其实Coreworking Space的人非常少 所以有人进来了 然后我在工作 我们自然就会say hi 对 然后他那时候跟我say hi的时候 呃就是超级 我要怎么形容呢 有个人就好像有个业务来跟你握手 跟你说hello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对对对 然后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 只是觉得哦这个人蛮蛮热情活泼 结果他呃 其实他一开始有一点点 你要说油条吗 就是他可能会说一些 I'm so lucky to meet such a beautiful girl here 之类的 就是很会讲话 很会讲话 对一开始让我觉得 诶这个人是业务吗 然后在 业务是什么 业务sales 哦业务sales 就很会讲话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就让你觉得 心花开的感觉 后来就是哦 原来是巴西人 哇 就是巴西人很拉丁 所以就是很热情 对 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很油条 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很 很一般的 很日常的问候 这样子 我觉得算是他们认识 当他们已经把那个 想要认识朋友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 对他们就会这样 很开心 所以是我们太那个 太害羞了 太客气了 我觉得这阵子文化不同 对 因为你看 比如说日本啊 或者是说 还有哪里啊 亚洲 韩国啊 我们这几个国家 可能相对都是比较 有礼貌跟含蓄的 和泰国可能 泰国巴黎岛 可能就比我们再热情一点 因为就是热带国家嘛 那巴西又在跟过去这样 就是另外一边西方世界的热带国家 对 所以 他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一个 热情的巴西男 你有想过要教外国人中文吗 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开始数位游牧的技能哦 贾思敏现在有提供华语老师的 一对一视讯免费咨询服务 我可以教你如何从零开始 透过线上教华语 达成旅居世界的梦想 现在就可以马上申请 表单的连结就放在描述栏位哦 所以他这样子跟你打招呼了多久 你们才开始有就是下一步的接触 我回想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那一天 因为他我们当然打完招呼 就是各自开始工作嘛 那毕竟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然后各自工作了一阵子之后 我好像有跟他聊到人类图 然后我没有想到他很有兴趣 对 然后因为他也是投射者 我就跟他说投射者最大的成就是成就别人 有聊到一些这些事情 他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然后觉得很好玩 他觉得他自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他也很常想要鸡婆的提供帮忙 但是对方可能还没接受 所以他要等待邀请等等的策略 就是我们在 你要说在神秘学吗 或者是灵性的话题很有兴趣 有些共鸣 对 然后他就很直接的问我说 你要不要就是 哪一天你有空 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吃个饭啊 多做一些有共鸣的事 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邀约啦 所以我就蛮肯定说 这个人是对我有兴趣的 对 可是后来呢 这真的是我们等下一集 可以之后晚一点可以继续讲的 就是说后来我发现 他很常在他信头上的时候 他就会递出一个邀约 然后但他可能隔天或是隔没两天 在那个邀约还没到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对不起我临时有什么事情 或是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很想要出门 对 然后就就本来期待的约会就没了 所以有点像是他信头来了 或者他突然一个情绪来了 对 那个moment到了 对 他可能就会找你干嘛干嘛的 对对对 但他可能回去冷静一下 或者是 就不知道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他就会 可能想要跟你cancel这次的约定 对 但他都是非常有礼貌的 然后 也会跟你说为什么 只是有时候对我们华人来说 很爱收拾跟赴约的华人来说 会觉得 这是合理的理由吗 听起来好像就是有点合理嘛 因为他有跟你讲原因 对 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 可是他原因可能只是说 我今天觉得不太对 我想要在家里一个人 这你可以接受吗 你说不跟我约会 然后你自己要在家里一个人 嗯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那天带着就是发亮眼睛说 yes 我终于约到一个美丽的女生了 那他这样下一次在约你的时候 你不会有点担心吗 嗯 就第一次我可能会有点 觉得好啦 对 可能你可能还是会有点 有点傻眼 对 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 嗯 比如说他到第二次在约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心里会有点担心吗 这真的是我在墨西哥的时候学到的 就是 嗯 第一次约如果他没有赴约 然后就像你讲 我那个 他会赴约的那个标准心态 我就降低了 然后第二次他又提出邀请的时候 我 我会觉得欸很开心 我还是想跟你约 我觉得说好啊 但是我内心会 就打一个问号 对对对 就是有点 好像给自己一点空间 不要太 对对对对 期待 或者是 对 没错 就我会觉得说 嗯 他 他如果有出现很好 但是他如果没出现的话 我也可以安排我自己的事情 嗯 就是让这件事情 好像变得不是那么 比如说 不是那么重要吗 或者是说 让自己不要整颗心 就是 对对对 这么看重这个约定 对对对对对 你不要就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在想说 我明天要穿什么啊 或者说我要化什么装啊 不用 顺便要只有一个 对啊 已经全装都上完了 然后就 对啊 不用 而且我们在那么嬉皮的岛 不用化什么装 没关系 然后 然后 然后也不用选衣服嘛 对 你就穿运动内衣啊 跟短裤 这样也可以 对就是 要把那个心 对就像你刚才讲的 那个专注力啊 或是想要 打扮什么 这些都放到最低 所以就是 嗯 虽然他也会放你鸽子 他会跟你很有礼貌的 放你鸽子 对 但是听起来你们也有过几次 还不错的 约会吗 所以才会一直走下去 真的跨过那条线 就是因为 呃 老实说 我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 或是说感情状态是 我在遇到巴西人之前 我有另外一段 呃 另外一个墨西哥情人 而且是开放式关系的墨西哥情人 只是说那时候 那个墨西哥情人 他到青迈 然后他到青迈以后 我们本来是 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 他到青迈以后 我们就突然 越来越没有联络 我有点被冷落的感觉 而且是 讯息被已读不回啊 或者是不读不回啊 一天啊 或者是两天啊 等等的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我跟那一位 开放式关系的情人 现在是走到哪里 到底算什么 到底算什么 对 我不知道 然后我也开始问自己说 我是不是真的很想要一段认真的关系 那是不是开放式关系不适合我 其实内心还卡着上一段关系 对 我们要讲那个 真的跨越那条朋友的界线 就是 这位灵性男呢 他那时候就跟我分享说 他最近在上一个 Tantra的课程 弹催 工作方 对 那这个工作方呢 他是结合 有点像是教你怎么去谈恋爱 教你怎么去 做爱 或者是教你怎么去使用你的性能量 教你怎么在两性相处之间 有更好的能量的循环 这样 那这个课程其实 他因为有一些课的内容 你可能是可以全裸 大家在课堂教室里面走来走去 所以也包括会有一些触摸 对你可能要跟学员量量一组等等的 当然你可以找你自己的伴侣 可是如果你是单身去也OK 那你就有可能会被摸 或是你要摸别人等等 我们这样讲有点奇怪 可是大家如果把他想的学术一点 他就是真的是一个上课 对 教你怎么在一段关系当中 好好的谈感情 对 那林信南就是上了这一堂课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 他们那一天的一个小游戏 然后这个小游戏是 他跟我先面对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没在工作 我们就直接开始在玩这个 就直接在人家办公的地方 然后聊 因为没有其他人啊 晚上10点11点 大部分其他同事都已经下班了 然后我们就面对面 他就看着我 他的手势就是叫我离开 有点像是我们在 有点像我们在赶猫咪的时候 赶什么小动物的时候 把手往外拨 对 那可是他的拨的速度是很慢 就是他是慢慢的挥 慢慢的挥 他就跟我说 如果我这样手慢慢的往后挥的话 你就要退后 然后如果呢 他是说来来来 有点像我们在叫小孩子来啊 叫狗狗来啊 然后我们的手会这样 来来来 然后很慢很慢的 那我就往前走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哦好啊 然后我觉得很好笑 不知道他要干嘛 因为他完全没有跟我解释任何的事情 他就只是说 我们来试试看 对 然后他就这样 叫我走 走 走 然后我就往后退 退 退 然后这时候我们都是看着对方的 很认真看着对方 然后他的手又来来来 然后我可能就往前走 过去过去过去 所以有点像是在他的就是 呃 带领吗 嗯 没错就是在他的带领之下 然后我就照着他的指示去移动 那一开始都会觉得还蛮正常的 可是他后来呢 他可能会走的时间越来越长 不知道要走去哪里 都真的走很远 然后又有一次是一直走很近 而且他那个近一直一直靠近一直靠近 靠近到 我已经快要亲到他了 他都没有喊停 嗯 我想说 我就觉得很好笑 想说你是你在把我吗 为什么要我这么靠近你 然后他就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现在觉得 你想要停了 你可以 Be Stop 就是你可以比 那个手掌心向外的这个姿势 然后就表示说要停了 所以他有点像是 就是把另外一个主导权也交给你是吗 就是本来那个带领都是在他的身上 那个权 那个权力都是在他身上 但是他也告诉你说 你可以去留意自己的感觉跟状态 就当我觉得 诶怎么已经太靠近 已经超过我平常跟一般人之间的 那个距离的时候 我自己可以喊停 那我就可以停下来 对 然后后来 又完了一段 其实这个过程 很短 我觉得大概只有五到十分钟吧 甚至不到五分钟 三五分钟 后来有一段是 他也没有叫我真的靠他很近 可是他一下叫我走 然后他加快那个速度 所以离开靠近 离开靠近 然后又离开离开 又靠近靠近 然后我就突然 脑中就浮现了那位墨西哥的开放式情人 就是那完全就是 那个感觉很像 对 那个感觉就是 那位开放式关系的情人 让我陷于现在当时的那个状态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拿捏彼此的距离 你的意思说 比如说有点像是 好像你感觉到 比如说他要你来 好像你就可以有这个允许 你就可以多靠近他一点 对 但他好像不想回你的时候 他好像就是 你好像你也没有办法做点什么 然后你自己好像也都觉得蛮 到底该怎么样比较好 就是那个感觉很相似 对 我记得那时候我很 跟那个墨西哥的情人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 很想要多跟他有点联系 我知道他很忙 然后在清迈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可是 可是怎么会 我要提前跟他约一个 视讯五分钟啊 什么都没有办法 然后本来约的时间啊 或者是讯息啊 可能都没有回 所以就像你讲的 当他回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开心 想要靠近 可是我又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消失 然后当他出现的时候 他又那么的热情 所以我整个就是快要精神崩溃 所以他那时候要消失 他也不会 譬如说 跟你说他要忙个几天之类的 他就会直接就 就不读不回 或是已读不回 然后又因为那是一段开放式关系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关系 他在墨西哥有三个女朋友 所以我难免会 有时候会陷入一些想太多 那我也 虽然说我知道 我这些脑中的想太多 比如说 他是现在在干嘛 他不理我是不是因为 他有其他三个女朋友啊 还是 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想象 对对对对 但我也知道那个不是真的 那只是我自己 现在卡在自己的状态 反正就是各种痛苦 然后就因为这位灵性男 跟我玩了这个小游戏以后 我就哭了 然后他就很傻眼啊 就是怎么了 他想说哈 所以你就是在他面前这样 就掉泪这样 因为我真的忍不住 那个真的是当下情绪 那个可能那感觉太重叠了 就直接重现 在那一段感情里面的感觉 对 每次他完全直接把那个 那一件感情的感觉具体化 对 所以我就开始哭了 他就问我说 Are you crying? 他就是come here come here 然后就马上抱我这样 我觉得他很知道 那个当下其实还不用多说什么 他可能知道 你有一些东西被触动 对 我觉得他们在课程当中 一定也会提到这件事情 而且在 我相信在Tondra的那个workshop里面 也是就是 很多人会上课上到一半 大崩溃 然后离开 没有办法继续上课 因为 就是你是真的会 就像你讲的 就是谈到感情关系 这一定很 会诱发很多 我们自己的感觉 对 所以 他就是马上 就是抱着我 就也给你一个赶快 一个安全的感觉 可是我们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而且那边就是 你知道害到 所以我们就是听着海浪声 然后 我们的Corking Space旁边 有一区是有点像那种 还是说软电区 就你可以躺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没有在工作了 玩完那个游戏之后 就开始进入那个 两人世界这样 你是不是也非常上网 一边旅行 一边工作的 数位游牧生活呢 贾斯敏跟Supermate Travel 合开的线上课程 如何开始数位游牧 现在已经开麦咯 课程中会教你 认识自己的五大方法 进而评估适合你的 远距工作 我跟May也会在课程当中 分享我们的变现模式 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我们创立数位品牌的经验 欢迎你加入课程 连结就放在描述栏位哦 我想起来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变成好朋友 真的很好笑 这个应该是我们第一天啦 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会觉得对这个人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他有一个刺情 是中文刺 他刺了什么 还是很想笑 他刺了 把东西含在 把糖果含在嘴巴的 含 含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超问号 想说 所以真的会有人刺这个 因为我通常一般看到 不是就是可能网路啊 照片 然后 会觉得 真的很好笑 然后他就很认真地跟我说 我终于遇到一个Chinese girl 你可以跟我解释 什么是这个字吗 然后我真的大笑 我想说 就你把一个东西 放在嘴巴里面 然后不要动 就是 keep something in your mouth 就是你很像在吃糖果 还是猴糖 还是什么 把它含着嘛 他就超级问号 想说 他还试着想要讲出一些 有意义的 看起来 对对对 他还说 是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事情万物不变 恒定不变 事情停在那边的那个状态 就是他想把他导向一些 有意义的内容 对 然后那是他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是觉得自己很酷 要赐一个中文字 然后对方跟他说 那个字是爱 然后他就这样被骗了 其实 其实这样说起来 说不定 因为那个含 好啦 就是我们可以 帮他解释一下嘛 因为 对啊 爱嘛 是不是就是 可能像是要包容啊 一般 包含 就是有个容纳 有个空间的感觉 你人真的很好欸 但是包含的含 就另外一个含了啊 他不是 这个 我只能说他们 可能中文不太好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任何的中文 但反正就是 我们也算是因为 这个他的刺青 所以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我完全的狂笑 大笑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是一个很真实的互动啊 对 就是你也没有要假装什么 对 你也只能很忠心的告诉他 这就是 就是放在嘴巴 就是 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啊 对 然后再加上后来的这个 小小的练习 这个 离开啊 再过来啊 的这个游戏 然后让我崩溃 对 所以我们就 变得非常非常的暧昧 然后 还有一段 故事 也有点好笑 就是我 已经下班了 我那天回家之前 先去Seven 然后其实是因为 我那天 已经想好说 泰国那时候 刚开放 大麻 的使用 然后我那时候 正在练习 一个人过生活嘛 就是想说 我要好好的学习 怎么渡过自己 觉得孤单的时间 好好的去学习 怎么跟自己相处 那我想要做一件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 我就去 酒吧 买了一根大麻 对 所以那根大麻 我就买了 但是 因为我没在抽烟 所以我没有打火机 结果那天晚上 其实去Seven 买打火机 结果就在 我在逛Seven的时候 他竟然出现了 我想说 这个人是跟踪我吗 因为他刚刚 是我还在 Core in Space跟他说再见 结果他竟然就是 也马上出现在我后面 然后就跟我说 没有啊 这也是就是 跟我顺路啊 他问我说 我在买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要买大火机 然后 他说你抽烟吗 没有 我要抽大麻 然后他这个狂笑 对 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一个人 不然我就跟他解释 刚刚那一段 我没有一个人抽过大麻 我想要体验看看 等等的这样 然后他就问我 他可不可以跟我一起 对 然后因为我住的 那个地方是一个 其实是在同 就是我们是同一条 海岸线 从Core in Space 到我住的地方 它是一个海边的度假村 所以我们就 很好笑 风很大 还在找地方点夜 然后再去 就是在海边散步 走了一段路 对 然后抽大麻 你就会更ㄎㄧㄤ啊 更放松 就有点像是你 就突然跟一个朋友 喝完酒 一起聊天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 这几段的故事 让我们整个感情 加温的很快 所以你说后来 就是那几段故事 因为我只是在想说 你本来不是在说 就是你那时候 还跟那个墨西哥人 是墨西哥人吗 对 就是不是还有点在 就是卡在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后来随着你们感情 就是越来越升温 嗯 你就不再那么 就是纠结在那个 开放式关系里面了吗 嗯 我觉得没有欸 我还是很在意 那位墨西哥情人 可是因为它是开放式关系 所以 所以对墨西哥人 那位朋友来说 我去跟家人约会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是可以很坦诚的 我后来在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也有跟他说 哦 我在帕岸岛的时候 有认识一个巴西人 对 然后我们又会闹一阵子 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自己的状态 其实还是是蛮在意的 我 对 我还是很在意 可是我在帕岸岛 最后面那一段时间 我就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还是 很 一直提醒自己 要把 要把重心 放回在自己身上 对啊 因为那时候 你也在想说 你要开始练习 对 好好一个人生活 然后 也许有机会 可以稳定下来的话 再看看有没有办法 跟另外一个人 稳定走一段 对 是的 所以那时候 就是这个灵性男 有给你这种感觉 是吗 就是随着你说 比如说一起 很好啊 抽大麻啊 然后一起玩啊 就是他 他有那时候 有给你这种感觉 是吗 就是你觉得 有机会的话 蛮想跟他 稳定下来的 那时候一个关键点 会突然让我有一个 很大的期待 是因为 他有讲到说 他也想要一直旅行 因为我就有跟他讲说 我想要一直旅行 可能数位有目 至少十年 他就说 他也是 然后听到 他也是的时候 我真的是 眼睛大亮 就觉得超开心 然后 他百分之百 就是一个 可以远去工作的人嘛 我们绝对是 可以一起旅行 但是再聊下去 他说 我那时候好像 就很直接说 你要不要跟我 一起去土耳其 我下一站 想要去土耳其 所以那时候 他在说 他想一直旅行的时候 你心里面 就有个感觉是 因为你蛮喜欢他的 所以你可能 有个感觉是说 那我们这样 就可以一起 一直旅行 这样子 就觉得我是找到 那个人了 然后呢 我就说 我就有一点开玩笑 说那你要不要 跟我一起去土耳其 那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他不是那种会 为了要让女生开心 就说好的人 对 所以他就突然 语代保留说 为什么要去土耳其啊 或者是说 土耳其好像不是 他最想去的地方 然后但是一个重点是 他只想待在亚洲 所以他想一直 在亚洲旅行 对 他觉得泰国很好啊 然后 帕安岛很好啊 觉得为什么要离开 然后我跟他 讲到说 我还没有去过欧洲啊 我想要去欧洲 他就觉得 没什么感觉 他不想去那些地方 然后甚至包括 我后来好像提到 埃及等等的 他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会有 我觉得他对于 这些地方会有一个 既定印象 觉得 那个地方 好像有点落后 或者是说 那个地方感觉 没什么令他期待的地方 就是不吸引他 所以不是他去过了 是说他 心里面对那些地方 没有特别的 憧憬 两种 对对对 一种是他 美洲啊 或是欧洲 他去过 他就觉得 没什么特别想待的 他对城市 很没有兴趣 他真的很灵性 对 然后 我就发现 所以他只是 不想回巴西 就像我那时候 不想回台湾 可是 我是想要 继续探索 不同的国家 可是他不想 那真的是一个 虽然好像都想 一直旅行 可是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 本质上的不同 没错 对 所以就是 瞬间又 吸火 所以有点像是 本来他约你 就是你说 他约你 其实都会蛮开心的 然后就是他可能 就是可能几天前 又放你鸽子 或者说他可能没办法 所以那感觉是 有点像嘛 就觉得 本来好像可以一起 对 然后但是你发现 其实他心里面在想的东西 也还真的有一些 别的东西 然后就一直 练习 把那些 本来 情绪高涨的期待 慢慢再收回来 收回来 可是这个过程 可能也蛮 会有 会经历一些 不太舒服的感觉吧 是啊 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 你看从爱德华 到现在 我觉得我已经 我觉得我一直在重复 这个pattern 这个模式 然后 一直在练习 就是 不要放太多的期待 甚至干脆都不要 不期不待 真的是不期不待 还不受伤害 对 然后我觉得关于这个 到底我是怎么 不期不待的 然后我觉得刚好在 在这位灵性男生上 是做到一个 最好的练习 然后因为今天 节目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决定 我们要下一集 再来继续聊聊 我到底是 后续怎么跟这位 灵性男继续练习 这个把期望放下的过程 对 以及我们后来是怎么样 你要说结束吗 也不是 我觉得没有结束 因为我跟他到现在 还是非常 应该说 还是有维持练习 对对对对 还是有在联络的好朋友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 算是过去这一年 约会的对象当中 蛮状态维持在蛮好的一个 好啊 那这样子我们就下集继续咯 好的 不知道 就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这个主题 十位勇武女子图见的你 喜不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然后也非常感谢晚真 可以来这个节目上 跟我分享这个 跟我一起聊 这一段爱情故事 这段爱情的过程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很感谢老天爷 可以让你听到我的声音 也非常谢谢你 收听节目到最后一刻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Thank you, gracias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adios 拜拜